照顾了抄写法经,能够帮助我们一起修改经济 八万四千法门当中,由于众生的根性不同,所修持的法门更是不尽相同 郑春祥借由抄写佛学经典书籍,并以极细维的字体书写 曾抄写过《金刚经》《妙法连华经》的他 希望能以抄写经书作为修行法门,并以小布里贯装的经文字条与众生结缘 在平常里面所接触的都是一些,普罗大众他认为说是最经典的那些典籍 他其实是,不只是读不卷,而且他能够透过我等一下要讲的方法 他也是写不卷,所谓写不卷就是,我们现在就是切入到书写的领域来讨论 那在大概几年前的这个偶然的机会里面,我认为说在 与其,人家有讲一句话叫与其读十遍,不如写一遍 你再把它写下来,像我们平常在记笔记,记重点一样 写下来往往都是印象会比较深刻的 郑顺祥说道,波罗密多心经总共字数有260个字 为当初练习写字的范本,后来字越写越小 心里也渐渐平静,以书写作为学佛的修行 在抄写的过程当中也能平心尽气 领略经典书记当中所蕴含的深奥意义 十方新闻洋芋带,简约林,高雄,车方过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